大家好,我是袁冰岩,这一次带着我的新作品《江夜》和大家一起见面。 在电视剧《江夜》里,我饰演的是书枝《莫珊珊》,一个酷爱书法的女孩。 莫珊珊身上好像汇聚着特别多的美好。 她善良柔情,温婉知性,有才实,又有胆量,不做作,不伪善。 如果没有遇见宁缺,她应该还会是莫甘山上清冷无暇的疏痴,不懂情为何物,更不会懂爱而不得的失落与悲伤。 很多人惋惜莫珊珊,最终没能和宁缺走到最后。 但我想,对于珊珊来说,人生路上能遇见这样一位少年,陪她历经人间险恶,分辨人心善恶,与复杂的世道勇敢较量,已经是莫大的欣喜与美好的回忆。 就像她临别长安所留的书信里写到的那样,都是人生欢愉事,经历诸多事,我眼中河山,已有新意。 重逢那日,所书,所写,定然叫今日,更加壮阔。 和宁缺之间的感情,珊珊其实看得很透彻,她很清楚,她从来不是宁缺的心中之罪。 从她动心开始,她便隐隐知晓,桑桑这个名字,对宁缺而言,有多么特别。 荒原一路同行,她说,如果现在有一碗桑桑的葱花面,再加上两个煎蛋,该有多好。 冰天雪地,她为她取暖,却又听她说,桑桑体质虚寒,怕冷。 在魔宗山门,生死之际,她说,如果我出事了,怎么办? 谁把桑桑养大? 就连她为之痴迷的鸡汤铁,一字,一句,都是宁缺对桑桑的牵挂与关怀。 她很清醒,所以雪夜红桑那晚,她曾对她说过喜欢,她也曾说,喜欢是不够的。 年少的惊鸣一瞥,有欣喜,有缺憾,而后长久的别离,隔着山,隔着海,少年一再无归期。 宁缺和珊珊,或许都是彼此人生中最动人的插曲,最美的遗憾吧。 我喜欢珊珊的直接,喜欢珊珊的通透,喜欢她的真诚与坦然,喜欢她转身后的磊落与决然。 人生路漫漫,愿有朝一日,珊珊能遇上一位,只为她写一张小便签的少年。 我是原冰岩,我是莫珊珊,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